欢迎收看第二期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 中美开展 美国终于严议长 陪洛西宣布会访问台湾 在接触新闻媒体访问时 她说她不会透露访问的航程 特别是关于会不会访问台湾 不过据另一方的消息 透露陪洛西会许臣访问台湾 在这个周末 陪洛西已经许臣访问亚太行程了 她已经确定访问亚太行程 第一章听说是访问新加坡 至于有另一方的消息传言 陪洛西会乘坐美国的 雷根号航母 由航母战斗机F-35 引申战斗机弹行 这就是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F-35垂直引申战斗机 F-35会全程在座美国的众议员 陪洛西访问台湾 这对于中国八亿渐进节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挑衅 现在美国三艘航母都聚集航程前往台湾 以西部这次美国众员陪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个行程 陪洛西访问台湾是25年以来访问台湾最高阶级的官方人士 就是说除了美国现役的总统 就是拜登和副总统 第三号人物就是众议员议长 陪洛西 这对台湾来讲是 特别是说台湾的台独人士 是一个十分欢喜的节日 因为他们看到台独的日子的到来 而对中国来讲 八一渐进节是一个宏伟 很热闹很伟大的日子 怎么容忍台独人士 容忍台独人士 特别是提倡台独人士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呢 这简直是蛮刺在背 对于这个州市 中国最高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 以美国的总统拜登的会议 习近平在会议中多次提出 拒绝陪洛西访问台湾的航程 要美国总统拜登加以阻止 不过美国这方面的消息是说 至于陪洛西访不访问台湾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永远不会改变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而它与台湾的建交是不可能的 所以陪洛西访问台湾是否 不应该会影响中美的关系 但是以中国的角度来观察 中国是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神 绝不容许台独人士 特别是陪洛西 飞打台湾访问 这会助长台湾的台独人士 纵容台独人士的风风火火 这对中国中央共产党是一个重大的挑衅 特别是在八一建军节 习近平怎么能够下得了台 怎么能拿下他的荣面 现在的战情是 中国的两艘航空母舰001 辽宁舰与002 山东舰正在整修 对于中国的航空母舰还未成型 而且003现在只是在下水仪式进行 所以中国完全没有航空母舰挡住 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 以及一艘轻型的航空母舰前来 中国暂时只能用 076与075两个神盾舰 对抗美国的 雷根号航空母舰的到来 同时中国已经发言现在在7月29日 30日31日 在中国的东海沿海部分 在雷根号行程的东海区域 发生实弹演习 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三艘航空母舰 以及航空母舰的舰载群 他们会有重重的四方方面 360度的全方位的防卫系统 三一的防卫系统 对于中国现在能够采取的 更严厉的阻止 培罗西反台 就是会用歼20 歼16 歼16的半型 培罗西半飞 这就是说中国的歼20会对抗上 美国的F-35 在最近的军事比较上 F-35与中国的歼20 曾经有一次擦枪走火 至于在数次量上 F-35应该是比较多 不过在质量上 中国的歼20 会稍微的赢一点 而且在速度市上 中国的歼20 能够飞行于每小时 大概是2500公里 而美国的F-35 这支肥电 只能够飞行于 差盖1800公里 而且在造价方面 中国的歼20 花了1200万美金 所以而美国的F-35 只是花了总共800万美金 所以至于电站系统方面 中国的舰站系统在歼20 等等是凌驾于美国的F-35之上 另一方面 中国有可能采取 用沿岸的东风系列 发导弹 击毁来犯的 美国F-35飞机 不过万一 中国真的擦枪走火 发射了 东风系列导弹 美国是否 三艘航空母舰的 3D 360度的 防尘网 能够阻止它吗? 听说中国的 东风系列 40亿 已经达到10倍因素 一个导弹从外太空 滑翔飞落 即毁移 地面上 台面上的航空母舰 能够分散成20个弹头 所以到底是中国的 以天剑 东风40亿导弹更强 还是美国的屠龙刀 三艘航空母舰的 保护层更加强 这个 毛以盾的对决 以天剑 以屠龙刀的对决 武林门主的产生 就会在这次的 培洛西访问台湾 发生 这是一场 非常精彩的 龙争辅斗 大物关键 我们期待这样的事情 发生 或者 中国会采取更冷静的态度 或者派歼20等飞机 到台湾岛 半行飞行一周 或者没有任何东风的导弹 发生 万一中国的东风系列 发生了导弹 击毁任何美国的一艘军舰 或者一艘飞机 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了 所以 这可以说是 中美对抗 从96 台海危机以来 中国 发射了两枚导弹 当时 李丁辉 抬唱两国论 就是中国是一个国 台湾也是另外一个国 当时 中国向台湾海峡 发射了两颗导弹 不过当时 美国关掉了GPS 让中国失去中影 无法控制导弹发射的位置 现在如今 中国已经飞翅笔 它的科技已 已经 一日千里 已经能够把太空船 太空船 建设在太空之中 成为 聚 美国和俄罗斯 苏联之后的国际太空船 而且 这个美国 以及欧洲 联合建造的 台空船 现在俄罗斯 已经宣布弃权 所以 这个太空船 可以讲是完全废了 现在全世界 只有中国的太空船 在 存在在地球的轨道上 而且现在 中国的 科技进步 火箭发射的太空船 已经能够到达了 月球的背部 这是 美国完全不能够达到的 而且中国的 探测船 已经发射了 到火星上 所以说 这一场 农征浮斗 美国与中国的 两国 与天剑 与屠龙刀的针锋 十分的精彩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看下期 陪洛斯访问 台湾 第三集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作为抱的家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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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